世界杯裁判瞎眼 乃自古以来的问题 判定近40年世界杯的七大误判 本届世界杯决赛圈赛事 已经到了最后决胜阶段 虽然已经有VAR科技协助裁判执法 不过备受争议的判决还是不缺 证明奢望球赛完全没有争议判决 看起来是天方夜谭 而在没有科技协助执法的年代 就有不少知名的误判例子 当中有一部分相信不少人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就盘点了近40年世界杯的七大误判 由80年代中期的1986年一届开始 摄影机相对比较多的一届来回顾一下吧 以下的排名是按他们的夸张成分或影响程度来分析的 第七位 越位的错判 2010世界杯小赌赛 阿根廷对韩国在领先2比1时 梅西在左路起左脚射门 打中门柱内侧 被伊瓜英补踢重网 比分改写成3比1 不过在伊瓜英起脚前 其实已处于越位的位置 排判却没有任何表示 当然 这个进球只是一个代表 因为类似的状况其实非常多的 所谓第七位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越位错判的代表 第六位 两路手球 2010世界杯 巴西在小赌赛面对象牙海岸 领先1比0的巴西 前锋法比亚诺把握一次机会 攻进第二球 进球一刻象牙海岸有球员举手 指法比亚诺犯规在先 在重播的影片中所见 法比亚诺他双手疑似手球 比赛后他也承认有手球 第五位 韩国对意大利及西班牙 2002年世界杯 主办国之一韩国历史性杀戮四强 是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最佳成绩 可是 这个娇人成绩 却因为在16强击败意大利时 被指裁判有明显偏邦 甚至呼视黑哨而蒙上污点 韩国即使有主场之力 但面对粒粒接心的意大利 整体实力仍有一段差距 接战下来 韩国面对技术型的意大利 不断以狠落拦截阻止对手推进 很多犯规也非常碍眼 兼具杀伤性 后卫柯柯就被轴击头部而血流披面 赞布罗塔也被对手踢伤 而无法继续比赛 财主裁判莫雷诺最多次犯规也宽松处理 惹来意大利直球员不满 最具争议性一幕是拖地在加持上半场杀入韩国禁区被撞碟 裁判不但没有吹罚12码反判拖地假摔犯规而判罚黄牌 并因为累积两面黄牌而被逐离场 加持下半场 异军中场托马西突破越位单刀并扭过门将 却被边裁罚越位 但慢进所见 托马西与韩国防线似乎是平排 理应不算越位 结果韩国由安真换顶进黄金进球 击身八强 但时至今日 当日有参与这场比赛的意大利球员 仍然对裁判的判决愤愤不平 到了八强西班牙对韩国一战 西班牙又一封 华金在边线把皮球传中 让队友莫里恩特斯用投球取得进球 可是埃及籍裁判阿尔戈杜尔认为皮球在传中之前 已经出了底线 所以判决无效 而在影片回放当中 也难以看到皮球是否真的隐约过底线 不过由于韩国在这场比赛又赢了 所以球迷在对韩逸一战的记忆犹新之下 再加上这次判决 就从此认定韩国队是黑哨专家 做勇三二阵容的巴西 在16强巧遇欧洲红魔比利时 赛前被看低一线的比利时 发挥叫人抢马撞的巴西更佳 尤其是对中心级前锋威莫斯 多次攻门令巴西防线疲于奔命 终于在36分钟 他接应传中球力压如尼奥尔顶入网窝 可是才判进吹响哨子 指他跳顶时犯规在先 判进球无效 但慢进重播所见 威莫斯并没有明显犯规动作 如尼奥尔亦没有被推叠 球迷对犯规都不明所以 比利时因此拜拜措施领先良机 最终巴西在下半场连线两成 淘汰比利时 其实2002最夸张的是这一个判决 韩国的球迷们都还会帮忙谴责裁判 这个误判却没有人理会 这是排名高于韩国的原因 第三位 英格兰进球无效 八年之后的2010年 南非世界杯16强赛 英格兰中场兰帕德的一次攻门 将皮球射中德国队门梁 然后皮球弹进网窝 从影片回放来看 皮球肯定完全进了球门范围 可是乌拉规级裁判拉里安达 却认为皮球还没过球门线 于是判决球没有进 英格兰在措施领先优势之下 最终被德国进了4球淘汰出局 国际足联及后公开致歉 但是已经改变不了英格兰被淘汰 德国晋级的事实 还好这次错误促成后来采用门线技术协助执法 兰帕德也算是牺牲得来有价值 第二位 球王两次上帝之手 已故阿根廷球王马拉杜纳在1986年世界杯祭金四座 尤其是在八强对英格兰一战 从后场盘球接连拐过5名英格兰球员 然后再将皮球轻松射破对手门将的食指关 至今仍然被称为世界杯史上最佳金球 不过马哥在做出这个金氏骇俗的进球之前 却公然以手球将皮球送进对手网窝 这球无论从任何角度和任何影片速度来看 都是明显的用手脱球 可是图尼西亚裁判本纳赛尔竟然判决进球没有问题 而马哥在赛后就称这是上帝之手 完全没有否认自己是出数占了便宜 四年后的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圈 马哥虽然在踢球的功夫上无法跟四年前相比 不过上帝之手还是一样拿手 在阿根廷第二场分阻赛对苏联一战 马哥竟然以手臂把对手的攻门拦下来 如果他没有拦下的话 就肯定成为苏联的进球 可是瑞典籍裁判弗雷德·克森一样没看见 让阿根廷逃过一截 后来更取得胜利保住晋级希望 成为阿根廷能够在这一届比赛打进决赛的关键因素 一代球王球技固然独步天下 但犯规也受眷顾 当然就排名第二了 第一位 领三面黄牌的球员 2006年世界杯 英格兰裁判波尔在小赌赛澳洲对克罗埃西亚时 向西莫尼奇出示两面黄牌 但没有出示红牌 直到后来再出示第三面黄牌才把他驱逐 顿成世纪笑话 虽然成为笑话 但以上几位都可以勉强说看不到 但这个判决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连看不到的理由也不存在 到底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可能只有裁判自己知道 所以将之列为第一位 世界杯比赛的误判又旗帜这么少 还有错判十二码 错罚洪狂牌等 可能可以多拍几集影片啊 只是整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及重要性 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